大家好,我是凯爾 1月27日早上8點至1月30日早上8點 是七星團體戰賈赫忍蛙的活動時間 活動僅僅只有三天的時間 如果錯過了就必須要等下次的活動時間 2月10日早上8點至2月13日早上8點 活動期間也會出現大量四星以及五星的青銅鐘跟路卡利歐喔 那這邊我嘗試了一種跟朋友組隊的打法 以及兩種單說的方式給各位玩家參考 希望大家都能順利捕捉到最強賈赫忍蛙喔 這邊先來說說賈赫忍蛙的設定 首先他的配招是冰凍光束、水炮、暗息要害、垃圾射擊 這隻賈赫忍蛙的配招是雙鏽的寶可夢 冰凍光線水炮是特攻招式 暗息要害、垃圾射擊是攻擊招式 然後開場會強制發動毒靈以及飲食分身 時間條大約七分之一左右的時候會消除我方所有能力變化 大約會在三回合左右的時間 消完之後整場戰鬥都不會再次消除我方的能力變化 而時間條大約四分之三左右會開盾 最後時間剩下四分之一左右會放一次影子分身 而HP四分之三左右會消除自己不利的能力變化 HP一半以下會使用一次影子分身 破盾後會開始一回合行動兩次 我覺得難度比前兩次要難上許多 那這邊我組隊的方法是使用攻擊手鐵壁榜 以及輔助手月亮衣布 鐵壁榜期待道具是文幼果 配招是復古跟地震 性格是固執 努力值是攻擊以及HP全滿 對樣衣布則是期待廣角鏡 配招是刺耳生、幫助、直尼 性格只要是加防禦的性格都可以 努力值是防禦HP全滿 或是防禦特防全滿也可以喔 開場月亮衣布開始使用三次刺耳生 然後鐵壁榜先發呆喔 不要進行任何的指令 這樣賈賀人王就不會攻擊你 大約第三位的賈賀人王會消除我方所有能力變化 消除後鐵壁榜再使用復古 等待三次刺耳生之後月亮衣布就能使用幫助 再來鐵壁榜使用地震就能把賈賀人王秒殺了喔 如果運氣不好 刺耳生失誤了導致出手前就開盾的情況 月亮衣布就改丟直尼 因為水砲以及垃圾射擊都是命中率低的造勢 一直使用直尼就可以讓賈賀人王根本無法命中 鐵壁榜就是一直復古 一直使用地震直到盾破掉 破盾之後月亮衣布就能繼續使用刺耳生囉 鐵壁榜則是繼續使用地震很快就能打贏了 這個方法的容錯率還算蠻高的 如果MPC是威和的寶可夢或是釣出種子的奧利瓦 聲率會更高喔 再來是單刷的方法 第一個使用的寶可夢是超能焰陀 攜帶招式是失勝的東西 配招式琉璃衝擊只要這招就可以了 特性是跟風 性格是內斂 女子這邊我使用特攻防禦全滿 開場我們一定要起出威和的MPC 否則暗期要害攻擊力會太高 起出威和之後賈赫人蛙就不太會使用暗期要害攻擊我們 大部分只會使用水炮 即使使用了暗期要害 也因為我的超能焰陀是防禦的日子全滿加上威和 不會受到種傷害 而因為有跟風的特性 開場賈赫人蛙使用影子分身時 我們也能一起提升迴避率 水炮命中率本來就不太高 所以能大大提升我們的生存率 我們就一直使用流光衝擊 這邊可以看到傷害真的非常高 使用三次之後先別急著太進化 一定要等到賈赫人蛙開盾之後才能太進化喔 因為我們需要快速把盾破掉 開盾之後賈赫人蛙會變焦屬如流光衝擊的特防降低 這時候我們要有耐心的再次使用兩次流光衝擊 不小心被擊敗也不用擔心 因為流光衝擊的降防還在 我們都能打出大傷害 之後就是太進化使用流光衝擊 兩下就能把盾輕鬆破掉 破盾之後就能把賈赫人蛙秒殺了 而賈赫人蛙使用影子分身 我們也會因為跟風的特性一起提升迴避率 讓生存率更高喔 這個方法有滿多運氣成分在裡面 最關鍵的地方應該還是太進化的時機 只要快速把盾破掉之後就能勝利了 只要快速把盾破掉之後就能勝利了 再來第二種單刷的方式是使用呆殼獸 攜帶道具是吃層的東西 配招是鐵壁 軌跡 輔助力量 偷懶 性格是內斂 努力值是特攻HP全滿 開場我們直接鐵壁 降低暗息要害的傷害 第三回合因為賈赫人王會消除我方所有能力提升 即使放鐵壁也沒有什麼意義 所以我們可以先使用一些偷狼回復HP 之後我們開始重新疊鐵壁 不小心被命中要害就趕快使用偷懶 疊完三次鐵壁之後疊三次軌跡 疊完軌跡之後使用抽抽猛攻 就能使用輔助力量了 大約兩下就能把盾破掉 盾破了之後就能秒殺了 癌殼獸單刷的成功率非常高 除非運氣不好被暗息要害連續命中要害才有可能失敗 如果電腦MPC是掉出種子的奧利瓦 能更加輕鬆喔 那這邊就是假愛人王的攻略影片 我的方法可能不是最好 但是是我嘗試後有成功的方法 就給各位玩家參考看看 那今天的攻略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覺得我的影片對你有幫助的話 可以訂閱我的頻道喔 把影片分享給有需要的朋友 我的頻道每次天會進行一次更新 有任何想法以及問題都非常歡迎留言給我 我都會替各位玩家解答喔 那我們下部影片再見 dit roof 你怎麼能攻擊 你怎麼能攻擊